土耳其政府日前公布数据显示 7月通货膨胀年增率飙升79.6% 创下24年新高 许多民众大喊吃不消 买东西要跑好几家超市比价格 外食的民众变少了 结婚礼金也变薄了 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 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飙升 土耳其又高度仰赖能源进口 加上总统二段坚持逆向操作 调低利率通膨率居高不下 二段铁了心不升息 抑制通膨 今年却两度调升基本工资 不过分析指出 调升基本工资只适用部分产业员工 通膨恐怕将更恶化 眼界民众勒紧裤带过日子 二段信心喊话 预计明年二月到三月 通膨率会降到适当水准 只不过距离明年总统和国会大选 剩下不到一年 政府能否带国家走出财政困境 民众能忍受高物价多久 都将反映在选票之上 中央社记者钟佑珍 伊斯坦报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匹勒 admit合�